今天全台新增了6295位確診個案 其中依然新增126位確診者 接下來說明細節 收容所傳播鏈今天新增一名工作人員確診 累積250人的確診 依然縣政府將全力照顧收容所 讓收容人盡量恢復健康 經驗會館洗驗案再新增7人 南澳鄉今天新增13人確診 其中5人是經驗洗驗案的延伸案 有一人跟經驗洗驗有關 4人已知感染源 另外3人正在疫調當中 一半傳播鏈新增了這3個人 目前累積46人確診 我們安排醫療團隊昨天進駐大溪移港 共篩檢了358人接受篩檢 結果還沒有出爐 那在學校部分 今天新增確診學生數 共11個人 新增全校停課有清溝國小 公正國小 郊西國小 馬賽國小等4校 新增部分 這個班級停課有南安國小 例行國小 圓山鄉立幼兒園 私立康南兒幼兒園 私立光華幼兒園等5校 受影響學校總共有64校 143位學生 8位調職員確診 那昨天呢 中央宣佈 新防疫的這個政策 除了縮短隔天的天數 以後呢 不再公佈確診者的足跡 接下來宣佈幾件事情 第一呢 依然有3000多人 正在接受居家隔離 如果明天正式解隔 防疫包內只有兩支快篩四季 那但是依照中央的三加四的方案 必須要有五支快篩四季 那我們會在三天內發放完成 但也請中央給我們更多快篩四季 以補足切口 第二點呢 因為中央政策不同 隔天天數也大幅的縮短 未來居家隔離者 我們不再發放防疫包 然後呢 改用以快篩四季的愛心袋 確診者呢 將持續發放防疫包 造成不變之處 也請民眾多多的體諒 第三點呢 即日期學校取消跨縣市戶外教學及畢業旅行 那縣內的戶外教學活動 建議縮小規模辦理 第四點呢 學校畢業典禮 建議改用線上方式來辦理 第五點呢 校訓運動會等大型活動 請延期或取消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每個個案 每個學校是非常散在一個兩個的 所以代表 而且他們的感染源多半是從外面帶進來的 所以這點呢 我們還是持續跟教育處合作 萬一有的話呢 我們就加強對高風險的篩檢 同時加強消毒 持續來管控這個狀況 請下輪選擇